Hello 大家好 我是马西 欢迎来到马西说澳洲 今天录这期视频的原因是因为最近有不少来自于海外 就是国内的房东朋友们跟我联系 就说他们在澳洲买了这个房子 尤其是这种买地建房类的别墅 然后之后发现有很多额外的花费 就导致算一下这个账 发现虽然说这个房子是有增值 但是每年把这些开支一付真的没剩下多少钱 而且这个费用是仅仅针对海外人士的 当然不一定是我们中国人也可能别的国家 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等都有可能 但是这一笔费用确确实实 给广大的来自海外的业主带来了很大的一个负担 而且很多隐性的费用是他们之前不知道的 所以我今天做这一期视频就想给大家科普一下 人在海外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海外买家 海外人士 在澳洲买房究竟有哪些额外的费用 那首先要说的第一点 就是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 我们叫做缺席税 Absent Owner Surcharge 那这个说法相对听上去有点拗口 什么叫做缺席人士额外附加税 听着很复杂 那我喜欢用一个相对更加简单的定义来说 就是额外的土地税 那如果说你不是澳洲的居民 也就是说你没有澳洲绿卡 或者不是澳洲的公民 那这种情况之下 作为一个海外买家 你就要承担每年土地价值的2% 作为一个土地附加税 那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现在如果说是像比较热门的买地建房的区域 要么就是西面 对吧 像Tarney啊 Traglina啊 以前的这个Point Cook啊 Willis Landing对吧 这一片区 那东南面的话呢 就是再远一点的Burwick啊 Clyde啊 Cramon这些片区 那这些片区呢 如果你买一块土地 大小在300到350平米 现在的行情价格基本上要35到40万 真的不算便宜 那35到40万什么一个概念 就是作为海外人士 你每年要叫这个土地价值的2% 对吧 所以一年如果说这个土地价值是40万 你就要多敲8000块 那这可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 这个就是海外人士 每年非常大额的一笔额外的开支 而且呢 这个要提醒一点啊 就是这个土地价值呢 不是从零开始算的 是从30万开始算 以前是25万啊 也就是说 如果你买的这个土地价值 你买特别特别远的地方 可能那边土地价值只有十几二十万 比如说像这种淘金镇啊 对吧 这种地方 那可能它的土地价值在20多万 30万不到 那这个呢 是不用交土地税的 但是呢 这个我们又要注意一点啊 这个土地价值呢 它每年都会进行重新的测算 是肯定会往上涨的 所以呢 作为海外人士 你哪怕现在说 OK 我买的这个土地不到30万 所以我不用交这个额外的土地税 对吧 没有压力 但是过几年一看土地价值涨了 这不还要交吗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费用 大家千万要注意 另外呢 相对较小的费用呢 就是作为海外人士 现在虽然说是可以贷款啊 你通过一些 这种海外银行 新加坡 马来西亚银行 或者呢 通过基金公司等等 或者一些小银行 可以贷款 但是呢 作为海外人士 你的贷款的利率也好 还有包括前期的这个 upfront cost 手续费啊 包括申请费也好 都是比本地买家要来的多的 这也是一笔隐性的开支 尤其呢 如果说你的这个贷款利率啊 肯定比本地的买家要高嘛 那也就意味着你每个月 其实还贷 还的利息也多 那这个日积月累下来 还真的是不少钱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关于这个FIRB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海外人士购房许可 那这个呢 其实在以前啊 在我刚入行那会儿 201314年那会儿 是不用钱的 是免费的 就只是走个流程 办一下就可以 那后来几年呢 这个申请费的价格 是水涨船高 越来越高 那几乎呢 每一个财政年以后 还要涨一次 那像现在呢 已经又涨过了 这个费用是 如果100万以下 是6350 如果是100到200万呢 是12700 是这样一个费用 那如果房子买的价格越高 这个费用还会递增 这个是相当惊人的一笔费用 但好在呢 这个是一次性的费用 交过以后呢 就不用再交了 那说到一次性的费用呢 其中最大的一笔费用呢 自然就是这个印花税 那印花税呢 同样的 早年呢 作为海外人士 是没有额外的印花税 政府是一视同仁的 多少钱就多少钱 但是后来呢 随着市场的变化 随着海外买家的增多 澳洲政府要创收 等等各方面的原因吧 所以之后呢 这个印花税呢 就开始针对海外买家 开始有所增加了 那直到现在呢 作为一个海外买家 要足足多交 百分之八的印花税 那这可是相当惊人的 如果你买一百万的房子 比起本地买家 你就要多交八万 那我们想这个增值 要增加八万 也没有这么快的 对吧 澳洲的房子又不是国内 它是一个稳步增长 所以它不像国内 会一下子涨得非常厉害 澳洲不会的 所以说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海外人士天生 就比本地买家呢 要多付很多钱 这个呢 是作为广大的海外买家 都要考虑进去的 除非你是刚需买家 那如果你是刚需买家 又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你是一定要现在买 还是说可以等一等 你拿到绿卡以后再说呢 对吧 这个也是要考虑的 那额外百分之八的费用呢 也不是一刀切的 这个是指整个房价的 额外百分之八 但是呢 如果说你购买的是 那种买地建房 那你只需要交土地部分的 百分之八就可以了 那另外讲一点呢 就是前一阵子 澳洲有一个新政策 就是从2021年的 五月下旬开始 一直到今年的六月三十号 已经快结束了 在这个期间呢 如果说你买的是属于 毛尔本市中心 City Council的辖区之内 像这个Darklands啊 West Melbourne啊 North Melbourne啊 CBD啊 等等等等 这个片区都算啊 其实有很多区的 那你只要买的是 这个辖区内呢 而且是我刚才说的 在这一年之内啊 到六月三十号 今年六月三十号截止 在这段时间签的合同 如果这个房子还没有竣工 或者呢 竣工是在一年之内 可以省掉百分之五十的 印花税 如果呢 竣工是在一年以上 那可以省高达百分之一百的 印花税 也算是一个优惠的政策了 但是这个政策呢 不是说针对海外人士 海外人士呢 百分之八还是要交啊 这个针对的是基础的 五点五的印花税啊 这里呢 也要跟大家说清楚 所以呢 关于海外人士 在澳洲买房 额外要付的费用呢 基本上就是这些 额外的印花税 额外的土地税 另外呢 贷款的成本相对较高 还有就是这个 FIRB的申请费 就是这些了 大家呢 要记住 并且呢 要考量到你的一个购房行为 那如果说你能接受 那自然没有问题 如果账算下来 你觉得你不能接受 那我觉得还是不要买的为好 那还有一些房东朋友是 当年可能中介没跟你讲 或者律师没跟你说清楚 你不知道 但是已经买好了 那你就要考虑一下 算算 哎 我值不值得 如果说我这个东西 它是在增值的 那你还得看一下 增值的幅度怎么样 如果这个增值的幅度 不能覆盖你每年额外花的这些费用 那同样是不值得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希望大家理智的考量好以后 再做出行动 如果算下来真的觉得 哎呀 这个 这个费用太高了 那我其实持有成本的 比小汤中要来的多的多 那我还是考虑出售吧 那我也相当尊重这种观点 而且这种观点 其实是非常理智的 好的 那今天要说内容就是这些了 如果呢 您在澳洲有一个房 想看一下现在行情如何 做一个估价 或者呢 未来有卖房的打算 记得和我联系 我是在澳洲墨尔本 专做本地二手房的马克西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